我會黃生 我開心今天可以參加 炫耳師 炫耳之樂 然後跟這麼棒 這麼美麗 聲音這麼好 一起合作 會這樣開啟 那其實 所以我來說就是 可能 這是一個夢想的 一扇鑰匙 然後在這個炫爛的舞台上面表演 一直是我的夢想 那今天我至少 到了這個門口 我相信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完成我的夢想 那雖然我們知道 小鬼這次是第一次 參加我們的生育室學習俱樂的大交集 那對於第一次送信給我們的 生育室學習俱樂的話 有什麼新的感想 或者說小展現給大家看 那你先見嗎 我的小小小小小 其實我相信大家 在座對我的印象應該都是主持 然後鬼靈精怪 就像我的外號一樣 小鬼 然後長過大小 可是其實我 已經 快要三十歲 對 我也不能夠一直當小鬼 那最重要的是 我的夢想 一直是回到歌台 應該是說 舞台上面唱 那 那 呃 當然 台詞前夫就我非常榮幸 可以參加這個大家庭 那這個大家庭 可以讓我更多的機會 站在台上唱給大家庭 那用音樂來傳達我最共享的之處 謝謝大家 那其實對於藝人來說 你已經是一座全能型的 融會幾個女人 那非常跟我們 這部世界的融會精神 你也非常一起的 那對於融會精神的話 你又有很像自己的特色的影響嗎 其實可能內地很多的朋友 不太認識我 因為 呃 呃 我可能比較少來這邊工作 但是 呃 其實我已經出道了十年了 那 融會十年的經驗 跟融會十年 我做過的很多事情 呃 書書啊 主持啊 演戲 電影 畫畫 上片 我覺得其實 我的夢想還是在音樂上面 所以說 呃 我融會了 我很多很多的經驗 也許我不是唱得最好的 但是 我覺得是最努力 然後 最 不懈待的 嗯 我們這個詞聲的真的非常好 因為堅持音樂那小是一個非常可樂的東西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下去 那剛才講到了很多融會這個詞 那不知道兩位有沒有 在今天的心理方會上次 給我們在座的美女朋友 帶來神經小朋友 融會表演嗎 可以先秀一下 要知道 可能在座的美女先自圍 看嗎 明天可以再一個秀嗎 對 I will fo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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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o you do it Yeah One Two Three A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rue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 guess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in the end Yeah Wow I can make it true I can make it true I can make it true enormous I can make going All I know 싸ك Yeah Store A 那你有考慮來內地拍片嗎? 特別是溫州 我希望有機會我可以趕快來內地工作 然後拍戲、爬片 其實演戲的部分我也非常強調 我很想要挑戰宮廷戲或是古裝片 看看你那個第二問題 看看你談到一個室的問題 我覺得溫州的小吃也很多 你會想說 來溫州這邊有什麼東西自己想吃的東西 有沒有呢? 有一個比較好笑的一個我自己覺得是 笑話 我在台灣就是常常會看到有一個招牌 然後專門賣餛飩 然後他都會寫溫州大餛飩 所以我從小就一直以為溫州的大餛飩是最有名的 今天晚上一兩歲的溫州大餛飩 溫州大餛飩有名嗎? 重點是 溫州大餛飩也沒有名 其實溫州大餛飩一點好像沒有溫州大餛飩 是有嗎?沒有人 有嗎? 總而言之就是我一直以為 因為我家樓下的店騙了我那麼多年 溫州的餛飩是最有名的 然後後來才有人跟我說其實溫州好吃的 然後不只是混沌 然後混沌反而其實好像沒有大家是馬上想到的那一個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既然來就一定要常常這邊好吃的小吃 小鬼你好 我是溫州網報的記者曙輝 你好你好 對好像台灣那邊的藝人都會傳說 講到溫州的大餛飩 一定有聽過對不對? 對呀 那個台灣藝人過來好像都會講到這一點 對呀就是因為台灣有一些招牌 就這樣騙我們騙了那麼多年 對啊傳得比較明顯一點 對 那那個你 我想想看你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拍那個花樣人間的時候 會有沒有碰到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跟花樣人間的演員都變成好朋友 然後拍戲的過程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緊密 每天都在一起 吃飯也在一起 有時候睡覺啊 就是小睡一下 大家都幾乎都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就是 有一次就是 就是拍得很近 然後大家都很辛苦很累 然後完全都沒有任何的一個 一點點小巧合理器去開玩笑 然後聊天啊什麼 然後 那時候正當 非常非常累的時候 就是 演員跟演員的台詞中間有一段空檔 不小心我放了一個屁 然後 那邊很大聲 然後大家就笑了一聲啊哈哈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尷尬 但是至少大家就是 沒有文教受尾 那還好 或者這樣的尷尬 你怎麼樣去 去表示 笑一下就算啊 反正 誰不會放屁 對不對 對 正常的生理反應 那那個 像你這樣又主持又唱歌 還拍戲啊 那那個 你最近的那個新專家 黑心商品 你給我們介紹一下 那黑心商品的意思其實很簡單 就是 每一個人在失戀的時候 然後 有種彩色的生活就有點黑色 黑白 那 黑心的時候 就是代表你失戀的時候 心都黑了 然後 然後 商品的意思就是 其實 傷心的良品 才是 醫療你 黑心的 痾 療 所以說呢 黑心商品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每一首歌都有療癒的效果 尤其是這一次我參加了 作詞的部分 寫了這首歌 我覺得 在作曲的上面 我也要去加油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作曲 和作詞 必盡 對 好勒 謝謝 非常感謝小准 那 平寶環節 再好有一個讓我 接下去師 來 謝謝 那如果沒有 跟寶的內心 我們晚上再見了 好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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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